大潮起珠江 赶饮头蛋汤的广州人 从四十年前先行一步 到新时代走在前列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道路 弘扬头蛋汤精神 追求美好生活 有力时代朝头 大型纪录片头蛋汤 回顾四十年 记录新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片乡愁 田野和乡村 是人的精神家园 也是城市的根脉 四十年前 改革开放星火燎原 在这片南中国 最富有生机的土地上 萌生出一个个春天的故事 今天乡村振兴的春风又起 我们的乡村又在书写着 新时代的传奇 为于广州新中轴线上的天河商圈 各大潮流品牌的必争之地 为了参加一个重要的展会 这家皮具品牌的联合创始人陈彦荣 正在和员工讨论参战商品的设计细节 大概会有三千多个展商去参加 可能有一半是中国的 有一半是国外的展商过来 那这个展会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 之前我们是没尝试过服装这一块了 陈彦荣来广州创业已有十年 他把设计部门放在繁华的商业中心 而工厂则放在远近闻名的皮具之都 花都施林 2008年 山头人陈彦荣也来到施林 做起了贴牌加工的皮具生意 他发现 国外一些著名皮具品牌的皮包 质量跟他们代工生产的并无太大区别 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现在很多顾客购买你的产品 认可你的产品 他可能不是因为你的产品说 用的是真皮 或者用的是什么材料 或者说质量多好 他更在乎的是对你设计的认同 对你品牌的认同 2010年 陈彦荣与合伙人决心摆脱代加工的拐杖 创立自己的皮具品牌 不再以代工 而是以原创设计来打开市场 把一个产品赋予它一些好的设计进去 赋予它灵魂 赋予它品牌的力量 品牌的价值 这样子才能够把市场就做得更大 9月亚洲最大规模与影响力的服装专业展会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 这是陈彦荣第一次大胆涉足服装领域 为了参加这次展会 他已经准备了半年 两位模特手里提着的皮包 吸引了世界各地参展商的目光 很多国外的客商跟国内的加盟客户 都对我们产品跟设计 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跟肯定 如今陈彦荣创立的品牌 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 并在全球开设了300多家体验馆 这个来自广州的原创皮具品牌 正在走向全球时尚舞台 一个从乡土底孕育出来的产业 正用自主创新的精神 迎接全球经济浪潮的洗礼 四十年来 从沉睡到苏醒了乡村 浓缩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 正是有了乡村的滋养 我们的城市才能够发展壮大 生生不息 今天不断涌现的新农村 新农业 新农民 正在突起中国乡村的振兴梦 让每个人的眼里都有绿水青山 让每个人的乡愁 都清晰久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